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经历你的意念 跟你丰富的旨意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3月23号 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经段是 马太福音第14章 第1节到36节 我将会只有读到 从22节读到32节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散散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依然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 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便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门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边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这一个经段 正是耶稣被认 主耶稣当主耶稣 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其实不断的被辨认 他的身份的转移 我们要知道 到一开始主耶稣是被辨认为 他是像个文士般的教导 因此如果我们读马太的记录 就可以知道 他坐在山上 像文士般的教导 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涯 那个山上宝训的教导 其实就是非常像文士的教导 然而逐渐慢慢的 耶稣也逐渐被辨认出 他身份上的转变 所以当我们读到 耶稣带领了 召集了他的门徒 而他的身上 不但有讲道的全能之外 他还有许多医病赶鬼的全能 因此慢慢的 耶稣也被认为是先知 所以我们可以读到 当我们读到第13章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逐渐在转变 主耶稣的身份 他逐渐被认出是上帝派来 在当时候的犹太人当中 去呈现上帝信息的那一位 所以那个上帝信息的那一位 那正是先知所代表的角色 而先知 特别到14章的这个地方 我们读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读到 在犹太人当中 之前被认为认定 众人认定是先知的那一位 施洗约翰 他14章的前面就有一个记载 他被记载 他被西律所杀 所以这里正在描绘 耶稣一开始被众人认出来的 那个文士跟先知的身份 直到我们读到 在这个地方 是他的门徒首先认出 耶稣可能不只是文士 不只是老师 拉比 他也不只是先知 他更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 那为什么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耶稣好像是有轻功一样 就好像这个中国人的 中国武功的轻功一样 在海面上走 事实上我最喜欢 当然有许多神学家 在讨论这段经文 许多人 我最喜欢一位牧师所讲的 因为他在说 他在说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 他说 在圣经当中 每当上帝经过的人的时候 他都是在呼召人的时候 换言之 上帝用这一种历程 呼召我们来改变 寻求他的心意 就好像彼得在这里所做的一样 当耶稣从海面上经过了这一群门徒 而门徒远远看 好像是个鬼怪 事实上看见了 远远看 在黑暗中 怎么能认出那是谁 因此 当主耶稣出生之后 彼得就勇敢的说 如果是你主啊 那就让我到水面上吧 那正在说明人的回应 人要怎么回应上帝的恩典呢 人要回应他临到我们当中 我们愿意听见的这样的回应 而愿意听见 要紧的是定睛看他 所以当耶稣说 彼得你来吧 那么彼得勇敢往前踏在 那他踏出他的舒适圈的时候 果然他就真的行在海面上 有人说 有人比喻说 这真是人在生命当中 非常难得看见的情形 然而当我们将我们的眼光 注目不再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而放在看见这海上崩落 惊涛骇浪的情形当中 我们就惧怕 就像彼得这样 因此他接着就快要沉下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遇到了呼召 我们学着踏出舒适圈 但要紧的是 我们需要学着不断的定睛看着主 你所相信的主是谁 即使这世界再怎么惊涛骇浪 你愿意定睛看他吗 这正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挑战 愿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回应 并且定睛看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